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如果您经常参加佛教的活动 那么您或许已经发现了 几乎绝大部分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场合 女性参与活动的人数 要远远的超过男性 那除了女性可能因为时间比较空闲以外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使得信佛的女士比男士多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这个现象应该是到处都是一样 但是在西藏是男的多女的少 而在回教的国家 那回教徒进入寺院做祈祷的 朝圣的男的多女的少 那在许多的日本的 就复教的大的聚会的时候 也是男的多女的少 就是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活动 不用不是说完全是 只有女众多男众少的 对新疆夫教来讲 应该是男女差距不了多少 可是在我们中华民国 在台湾来讲 因为社会的机构 和我们是男女的工作 生活的方式 男女不大一样 所以是呢 女的多 也是男的少 另外呢 女性呢 对宗教的信仰 对宗教的需求 要比男性呢 更需要 这个女性呢 一个比较温柔 同时呢 也比较脆弱 因此在许多的情况下 他们很容易啊 来接收 记错宗教的信仰 并不仅仅是佛教 我们看到基督教也是一样 天主教的教堂也是一样 男中少 女中多 我在美国看到的也是一样 在台湾看到的也是一样 除非 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政治人物 在那个地方啊 做祈祷 做礼拜 其他的人呢 去严复施 是一定要跟得去 做跟班 或者是呢 如果能够参加一起去的话 觉得自己的身旺 地位 或者是对于未来的前途 都有影响 所以是像这样的情况下 很可能男的多 女的少 否则的话 许多的教堂 我们看到的也都是 女的多 男的少 这个 我们讲说社会机构 生活方式 就是女性呢 不是说时间多啊 她因为孩子 送到学校去读书了 她正好有一点空的时间 来到寺宾里来 或者是呢 也能够带着孩子一起呀 到寺宙里来 或者是假期的时候呢 这个男的有很多的应酬 她的生意上的应酬 甚至于说政治上的应酬 但女的呢 没有这些 或者是少一些 因此 女性呢 参与宗教的活动 参与宗教的共修啊 在 我们这个社会 自古以来 都应该是 相同的 是 这个现象啊 不是很奇怪 我想 为什么说 男性 女性呢 比较柔和 而愿意接受 福法呢 因为 男性比较刚强 他自己意味了不起 自己意味啊 自己 什么问题 都可以自己解决 自己处理 自己自信心蛮强的 虽然自己 明明也是不行 但是呢 面子挂不起来 自己觉得 我自己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是呢 他们大概 就不容易进入 寺庙了 但是呢 女性的话呢 没有这么刚强 因此 比较容易啊 来接受 这个佛教的 或者是宗教的呀 熏陶和信仰的 安慰和寄仇 另外呢 女众啊 比较脆弱 也是真的 所谓脆弱的意思呢 就是体能上 没有这么 像男性那么坚强 遇到了 一些困扰的问题呢 他在心里有点害怕 那就去 就去信佛吧 信神吧 那希望求得 神啊 佛啊 菩萨的保佑吧 男性 特别是 少年 青年 中年的男性呢 他们都是啊 自信性蛮强的 一直到了老了以后 他们就知道 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很多人呢 都说 年纪轻的时候 或者是中年的时候 都会讲 法师啊 我现在还没退休 当我退休的时候呢 我来跟你 向你修佛 都是这样子讲 像这样子的情形呢 在我们这个社会 渐渐已经有改善了 现在我们 在台湾来讲啊 特别是 像我的道场 来的人呢 男众 渐渐多起来 不是说 全部是女众的 女众当然 还是很多了 像今天 我们这次 录影 录影的时候啊 每次都是 男众少 女众多 原因就是什么 女众 接受宗教信仰 也能够影响到 自己的家庭 所以是 这得到啊 很多的好处 所以是 女众很愿意 接受 接受啊 宗教的活动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